继续 就这种 每个人都在给你讲 你要放弃 每个人都在给你举例 很多 很多很多 你当时的感觉就是 有深深的无力感 你去叫他 他也不动 每天都会做感知测试 你去拿针戳他 他也不动 他就属于中度昏迷 当然也没到深度 所以我一直硬挺了一个半月 在经过各方面的一个压力下 医生找我谈了无数字话 我说我理解 你们ICU也是有指标的 就说一个人在里面 你说一两个月醒不过来 你不能一直霸占着医疗资源 转不了普通病房 拔不了呼吸机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他最后暗示了一个方法 那么在上海 其实在其他城市 我有问过其他城市的医生 就是你可以暂停呼吸机 对吧 做基础治疗 但在上海做不了这一点 这就是我当时最难受 最难受 也是最痛恨这种医疗制度的这一点 虽然不能全怪这个医疗制度 就是他给了一个方法 他说你可以办出院嘛 然后找一个私人的救护车 去门口转一圈 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再回到医院 花两千块钱人民币 把他放在急诊 什么都不做 就相当于等死 但是必须得你来操作这件事情 我说我 就我是哭着说 我说我 你觉得我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这个相当于自己亲手 去结束自己亲人的这个生命呢 所以没办法 我后来外地调了几个朋友 因为在上海的朋友 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因为和我爸关系都很熟 都很好 所以从其他地方调了一些朋友 和我爸没什么交集的 来代替我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爸的好友呢 也来看我爸 就当从ICU出来再进去 就没做任何技术治疗的时候 他的一个忘年交 就岁数可能比我大十几岁 我爸七十几岁嘛 那可能比我爸小二十多岁 然后他就一直陪在我爸身边 然后我朋友也在给我讲 然后他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张青去哪了 然后我朋友说张青离开了 就他其实当时是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会离开的 因为其实当在做转院的时候 在这个手术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哭的 就没有思维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弄 所以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如果我待在里面的话 作为儿子 我的反馈只有刷卡 继续救 是不是 但是作为我爸的朋友 他是不能理解的 他觉得自己老爸成这样了 对吧 他为什么不来看 然而呢 我把他转出来之后呢 我是给他讲过我的一个想法 他就是不能理解 他就给医生说 我要用药 别人在急诊的都是掉着盐水的 这个为什么不掉 钱我来出 所以原本预计两个小时就可以离开的 这他妈从中午11点25分一直拖 拖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 才离开 我 我真是他妈的服了 你知道吗 就你也不能去说什么 然后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在医院里等着陪着 其实无非就是在等仪器里面出现数字零 对不对 我也非常煎熬 我就随时等着这个电话 好不容易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打来电话说 我爸离开了 就那会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多到了中年之后 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双清的离去 然而呢 我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存在的这个问题是 我现在得找地方再停一下 看到 迷路了 我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我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我认为如果说我有 我有老婆 我有孩子的话 当时的这种 难受程度应该会比 我一个人要好 因为我以前在外面拼搏 我就在这里停一会儿吧 我以前在外面拼搏的时候 或者是在外面玩的时候 不管你去哪 不管你有多浪 你出了意外 你生了病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 你有家人 你有父亲 可以帮你处理一切的事情 包括我在深圳创业 我突然之间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心血管爆掉的 诸如此类 这些我都不怕 因为我有爸爸 但是当他真的离开的时候 我就开始害怕了 就现在说难听点 今儿我死八天了 没人可以 帮我做任何事情 当然除了我的朋友们 你就会感觉你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我不知道那些 比我年长的 就父母离开了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 至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几乎隔天 就在我爸离开的那一个月里面 每天 大概哭十几次 就到什么程度呢 一直在流鼻血 只要我一哭就流鼻血 吓得我后来都不敢哭了 就只敢拼命的吐气 来控制 来压抑这种情绪 后面的所有的后事 是怎么做的 我记得 我也知道 但是包括葬礼上 有一些视频 现在存放在我的手机里面 包括我去ICU看我爸 这些视频也都在 我从来不敢打开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从来不敢 因此 现在只要一说到亲人 有时候葬礼上刷到 对吧 完全忍不住 那隔了那么久了 每一周都会有两三天 忍不住 所以我这次来泰国 为什么说带着爸爸来泰国 我是拿着骨灰来的 一半骨灰走到上海 一半骨灰到了泰国 今天为什么去庙里 就是来了一周年了 去拜一拜 我在泰国也买了一块 杯 也算墓地 那一半骨灰在上海 一半骨灰在泰国 还有一小半 在我家里面放着 我为什么要环游泰国 就是我会带着 我爸的骨灰环游 到任何地方 就会撒掉一点 这是我的计划 同时也会留一部分骨灰 去做一个佛牌 存放在里面 因此 每每有人问我 说带着爸爸来泰国 你爸爸呢 怎么没出镜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就是 我在泰国巴提亚 目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人说 你在泰国好项目啊 好怎么样啊 好如何啊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一个故事 失去亲人 每个人都会碰到 但是我希望 看我视频的人 或许某一天 你遇上了 但是 尽可能的 给自己一个家庭 因为我坚信 你的老婆 老公 孩子 会带给你 很强的一个支撑 当然 有时候也恨自己 穷 很多人说 羡慕张叔 有钱 你有钱 你进ICU试试 多少知名的教授 父母出现 类似于我 这样的一个问题 五年 一千多万砸下去 只要五年 中间任何一天 出现肺部感染 或者是 哪里堵塞 说走就走 打水漂 今天 我老张 有两个亿 或许 我可以让我爸 活得更久 但我没有 做儿子做不到 我砸锅卖铁 计算了一下 按五万块钱一天 撑半年 到一年 就撑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是一无所有 所以很后悔 2020年11月份 去泰国 不然的话 2021年的春节 我在上海 我爸就不会出门 他肯定在家 陪我过春节 吃年夜饭 这个是我一直蛮 怨恨自己的这一点 好了 以前一直不敢提 今天敢于 在视频里面说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 我敢不敢发出来 但这就是 我的现状 很孤独 很 自卑 所以我说 我很怕死 我也不怕死 人讲的是生活的质量 你看眼睛不好 心脏有问题 还得了焦虑症 还头晕 头晕可能是紧张 焦虑有关的 这个不知道 然后腰椎不好 颈椎不好 你说人 他有没有生活质量 他没有生活质量 没有生活质量的时候 你活着干嘛 有时候你就会思考 这样的一个问题 虽然你现在看我 每天穿不同的衣服 每天装不同的鼻 但是 我吃药的时候 我疼的时候 我心脏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你们都看不到 那我相信 有的朋友会说 张叔 没关系的 节哀 对吧 这世界上比你 造孽的人多了去了 我相信 肯定 会有很多 但 世界上有那么多 也改变不了 我面对的这件事情 之后的一个感受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如果有年轻的小孩子 看我的视频 我不指望你有多听你父母的话 因为我也很厌烦 我以前父亲 没事就屌我 但是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让他们尽可能的过得舒服一点 我唯一情形的就是 我比其他人做得好 我爸去的国家比我多 这一点 我让他 看到了 各个世界不同的景色 这是作为儿子唯一能做的 好了 本期视频结束了 接下来我去庙里 给我爸相助箱 大家拜拜 这里是 买花的地方 不叫买花了 就求花 给多少 开心意 完了 这个二十太猪 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有泰国人的帮助 很迷茫 这个庙 在巴提亚非常有名 挺宏伟的 然后 这应该是一个主庙 之前呢 我看过好几个地方 它有些是在房子里面的 一堆人住在里面 我估计还能聊天 开派对 然后呢 价格也不贵 也就一万泰铢 然后在这里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一万 但在室外的 我问 为什么这个也要疑问 因为房子里住满客人了嘛 这个你又不能把别人赶出去了 对不对 然后 他说 因为这里离 就是 住持讲法的地方近 大概的意思就是佛光普照 牛逼的一塌糊涂 搞不懂 然后 让我爸住这儿 估计语言也不通 但我看到有蛮多的西方人 也有中国人 住在这里 这一排都是 当时还做了一个法事 虽然我们都知道 你说你生前不对 长辈好一点 死了他妈的摆那么多造型 干嘛 对不对 所以 宋神大家 生前最重要 他们这个小钢 是哪里来的呢 我去看看我那个有没有 这一家三口 牛逼了 有 我来看你了 后来快弄了 怎么弄 等一下 一点去腌 三口香 三口香 你 B 我来给你了 我来看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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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